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把这个呢 和进来 这个豆包浆里面 玉米粉 玫瑰盐 这个柠檬 我们就来给它搅拌均匀 我们搅拌到那个玉米粉呢 跟豆包浆 融合在一起 我们现在就来搬素鲜鱼咯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海苔呢 切成八等份 所以我们对折 再对折 切成八条 好 这八条呢 剪好了 然后我们呢 这个豆包浆呢 分成四等份 现在呢 我们就取一等份出来 那我们的厚度呢 差不多就是一公分这样 然后呢 捏成坨圆形 用一条的海苔 揉起来 用一条的海苔 揉起来 好 我们第一片就完成了 我们现在就要去烤素鲜鱼咯 那烤之前呢 我们先预热烤箱 上下火160度10分钟 那我们现在放进去烤的时候呢 上火是170度 下火是160度 去烤25分钟咯 那我们放进去咯 我们的素鲜已经烤好了 我们来看看吧 素鲜鱼出炉 那这些素鲜鱼呢 大家可以等它凉了之后呢 用保鲜膜包起来冷冻啊 或是冷藏 然后之后可以做料理 那我们之后呢 也会做其他变化的料理 所以呢 大家记得 开启小铃铛 订阅我们哦 这样子才可以接收到新的通知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拜拜 这些素鲜鱼